用一个愿望 点亮一盏光 让它把未来都照亮 天天的星光 温暖的海洋 那是你骄傲的远方 陌生的城市 看着人来人游望 昨日的泪光 已经淡忘 伤心的过往 我会陪在你身旁 度过每一个晚上 用尽我的权利 给你最美的星光 我会陪在你身旁 实现所有的梦想 明天你会看见 游到最美的彩虹 为你绽放 你怎么来看中医啊 耗个脉多省事 要不然还得做一堆检查 太麻烦了 那我们进去吧 医生 怎么样啊 恭喜啦 是喜门 别想了 完了完了完了 梁夕 我这回可真是完了 你说我怎么办啊 哎呀别多想了 我觉得有个孩子挺好的呀 那你也可以快点稳定下来了 你可是我们三个人当中 第一个做妈妈了哟 谁要有孩子啊 我还没结婚呢 而且我可是不婚啊 不婚族啊 哎呀 现在已经不流行什么不婚族了 我还要做这个孩子干嘛 周天伦 你个混蛋 哎呀 天啊 走吧 走 巨哥 李那这两天心情不好 我们都陪陪她 还有呢 她怀孕的事情 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尤其是周天伦 那好吧 我怪了 李那怀孕了吗 是周天伦的吗 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吓我一跳 周天伦知道吗 李那这两天很迷茫 她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告诉周天伦 不过 在她还没有拿定主意之前 我们要尊重她的个人意愿 替她保密 对了 你上班见到周老板 千万别说露嘴 好 昨天晚上的事 不好意思啊 你难得普章浪费一次 还被我搞砸了 没你想象那么夸张 那儿的朱市长 是我的好朋友 这也太舒适了 下次约会我来安排 那我就先回去了 越看越没意思 你干什么呀 看来我爸没有看到梁欣 真是没劲哪 可是她的铁杆摘爱粉啊 当然了 你看那个夏蕊 低一点的这个苦命像啊 梁欣一看就是有福气的 爸 你在婷姨面前 这么夸别的女人 是不是今天晚上不想吃饭了 我 放心 我没那么小心眼 你爸爸再喜欢看梁欣 她能有本事把梁欣 从电视里转回家吗 你看你阿姨这张嘴 挺一 那可说不定啊 哪天可能梁欣 真的成为我们家的人呢 什么意思啊 我可跟你们说个秘密 我觉得我哥跟梁欣正在谈恋爱 不会 不会吧 爸 我可先说清楚啊 他们可是刚刚八字有一品 你别出卖我 保护证人 要不我哥肯定追杀我 不对啊 你哥不是跟方梅两个人在一起吗 哎呦爸 你也太奥特了吧 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谈恋爱 一天一个样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更何况 我没有看到我哥对那个方梅 有一丁点的兴趣 你就别乱哪圆样谱了 不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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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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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會掉了吧 你當時落在餐廳嗎 應該不會的 你去玩了呢 你好 你好小姐我想問一下這兩天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條項鍊 哦不好意思沒有 沒有啊沒有 謝謝 參務駁回是怎麼回事 席交項目的預算不但高升 已經超出了臨界點 照這麼下去可以說 是進了無底洞 我作為財務總監 和公司董事身份 有權駁回 只想短期內見不到 具體效益的項目 提案沒問題 就立即執行 西郊三號地的開發 勢在必行 如果公司內部某些元老 自始功高 不思進取 妄圖阻礙公司的發展 我允許他辭職 回家吃股票分紅去吧 爸 您找過什麼事 找機會打探打探 童俊明的心思 也找找他的把柄 他現在很信任你 別浪費這個資源 爸 您怎麼老有這種想法 您不是不知道 我和俊明跟親兄弟一樣 我和俊明跟親兄弟一樣 在說這種時候 我怎麼可能幹出這種事呢 朕宇啊 你別忘了 親 親不過父子 咱們父子倆呀 是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啊 你別看那個童俊明 現在和你推薪致富 他那是在離間 咱們兩父子 我一旦被人拉下馬 整個集團 再也沒有人能夠制衡他了 到那個時候 他過河拆橋 把你踩在腳底下 那是一句話的事 爸 我看您真的是後悔學看多了 看誰都贏啊 我可沒時間 參與您的政策鬥爭 不行有事 我先走了 哎 至於 哎 哎 這孩子挺聰明的 在這個結構眼上 變糊塗了呢 真是家門不幸啊 我上輩子 不知道造了什麼孽 唯一的兒子 更像我的冤家一樣 我叫他往東 他偏偏要往西 董事長 別太倔強了 兒孫賜有兒孫福啊 現在是他們年輕人的時代 俊明這孩子 有主意有出息 不用為他太操心了 你以為我想操心啊 我這兒子啊 太自負了 你看人家鎮雨 平常對人親戚 可是辦起大事來 有大將的風度 哼 您呢 也收臉收臉脾氣 俊明要是回來 您就給他個笑臉 到了這把年紀 我們已經折騰不起了 您說呢 憲偉啊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什麼手段 必須拿下西郊三號地 只要能完成任務 條件你隨便開 我的資源你隨便用 需要的話 黑道上我也有不少朋友 法治社會 用不著這樣吧 放心 只要在遊戲規則範疇內 我會盡力而為的 你還是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 你盡力不盡力跟我沒關係 我只要拿下三號地 讓童俊明這個小子 嘗嘗失敗的滋味 明白了嗎 放心吧 我不會虧待你的 進來 憲總蕭蕭來了 快快快請他進來 來來來 介紹一下 吳肖肖 模特大賽冠軍 明日之星 肖肖 這位是美國華爾街的金融精英 張欣偉先生 你好張先生 你好 欣偉啊 待會一塊吃個飯吧 好 不了 我還有事嗎 先走了 好 好 你怎麼來了 想你了就來看看你唄 哈哈哈哈 丢丢 聽說你對奇異很有研究 略知一二 不知道是否有幸 和你對一一局 好啊 求之不得 請 恭敬不如從命 集郵 長言道奇品如人品 我們做這麼大的生意 正好以探尼的品格 奇出一招 我們這個生意定了 看看吃什麼 哎你為什麼突然帶我們來這裡吃飯啊 是啊為什麼要來這啊 先吃飯一會說哎呀 定不住啊 沒錯可以啊 哎最近有幾個看電影 改變我們一起去看 一會懷孕的事情是要不去提啊 誰提我跟誰急 知道啊 哎 你們怎麼來了 哎哈嘍耶 哈嘍哈嘍哈嘍 怎麼我們來這是不是打擾你了 就這麼定了 拜拜 哎 幹嘛臉這麼黑啊 吃醋啊 我們不是來吃醋的 是來吃飯的 哦 那我就點你喜歡吃的菜 酸酸甜甜的 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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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做婚姻班主任 你呀就是个知心姐姐 你赶快把自己嫁出去吧 等等你想到未婚妈妈 我们三个人是好闺蜜吗 那我们都选好了 看看你要吃什么快点点 哎琳达 等一下你就让周天伦送你回去吧 谁要他送我 我找了个小仙热送我回去 俊哥你呢 我当然是我亲爱的李浩拉俊文了 ok 那你呢 还用说吗 当然是同杰了 你真的要打算找到了项链才跟他约会啊 那个呢是他送给我的定型信物 当然得找到了 带着他才有意义吗 那要是一直找不到呢 你少乌鸦嘴啊 下次我去 我要你 来那个小仙热找您啊 我给你看照片 来 同学 今天那一桌菜都是你做的吧 是啊 谢了 很好吃 哎 这几天是不是很忙啊 也还好啊 那为什么不约我 我还没有想好去哪呢 不是说好了拿那个骨器盘讨那个老头子欢心 他就能把西郊三号地转让给我们吗 怎么最终还是让童俊明得了手 对不起钱总 是我疏忽了 是我疏忽了 行为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同志 是的 我疏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 今天西风 明天说不定就刮东风 我们不是靠天吃饭 要靠脑子和手腕 我已经为你扫清了障碍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可这一回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可这也太 怎么 只许他同聚明玩硬的 就不许我们动点脑筋 放心去吧 那个刘小涛 他不敢不签 还是一直打不通 刘董办公室的电话 连私人电话也是关系吗 这是在躲避我们 小董 他那是什么消息 小董说 前些天前飞和刘董单独见过面 但至于说什么 因为他不在现场 所以不太清楚 我猜想 刘董单方面毁约 应该和前飞有关 很有可能 一年和前飞脱不了干系 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 伟大目的不择手段 刘董一定是有什么把柄 被他抓住了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你是像刘董这样 在上界口碑一直很好的人 他会有什么把柄用前飞抓住呢 上山路战场 世人 对你 让 luxe 宣伟大 还是从何查起呢 哈 啊那 是不是你说你要给我的未来吗 立定我的过去去威胁我爸 我真是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等候你 對 沒錯 我是未婚生子 我不光彩 我給我爸丟人了但是我不害怕 因為我沒有犯罪你讓前輩去趙高天下去 好了你轉告前輩 我劉安娜 絕不會給這樣的人渣低頭 還有你 我曾經真的有那麼一秒想要跟你擁有未來 我差一點點就相信你了 如果想和你有一個未來 算了吧 我想再看見你 安娜 安娜 我遞過的 劉我懂的女兒 劉安娜 有私生子 對呀 您可不知道 這事經相可大了 怎麼辦 我知道了 这么多年 你的爱好还是始终如一啊 厨房种地 闲人无尽 哪有餐厅这么对待客人的 更何况都是你自己请来的客人 给我十分钟时间 不是我不守时 是你来早了 小心眼儿 开门见身 你跟刘安娜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这顿饭不是白吃的 我跟安娜 是在美国那一次聚会上认识的 我很喜欢她 也追求过她 但她没有选择我 你知道 我爱的女人通常都不爱我 天妃也一样 当年你个穷小子 感谢观看 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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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总 合同 恐怕是签不了了 怎么回事 我是真有急症 我真的有急事 不好意思 你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看见 刘董 我们聚阵国际 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们的合作也非常的愉快 因为有些居心叵测的人 从中作改 我们彼此之间都损失很大 我想今天 应该是让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阿娜 我知道 我现在解释什么都晚了 不过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钱飞 会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来伤害你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 我 阿娜 嫁给我吧 你可害在 今后就由我来保护 我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任何伤害 我发誓 我要是让你流一滴眼泪的话 我就走 天打雷劈 我不得 别说了 大哥 我 没充당 自然 是 我 有 Americans 都 世界 小源 他 安娜是我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刚刚出生 还没有来得及办婚礼 钱总 可能误会了些什么 正好趁这个机会 邀请您来参加我们下个月的婚礼 希望到时 务必闪光 张兴伟 你果然和佟俊明是一伙的 你这个叛征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我只是选择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 相信钱总 会充分理解我的感受的 钱总 合同呢 我不会跟你签了 但是我真心诚意地邀请你 喝小女的一杯喜酒 相信了没 你可以 这次西郊项目能弃开得胜 和各位同仁的努力密不可分 公司不会亏待各位 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接下来的时间 乘胜追击 集中精力 刚好细交项目的开发 佟总 今年可是 剧阵关键的一年 过几天 集团四十五周年庆典 就要举行了 下面的人 都在忙碌着或者筹备着呢 如果你刚才这番话 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 鼓励一下事迹 相信剧阵 明年一定会更好 好 佟总 什么意思啊 今年的庆典酒会 我参加 菊明答应出席今年的年会 真是难得啊 是啊 我只不过是随口一问 我想不到 他就答应了 这倒新鲜啊 这倒新鲜啊 大哥你去不去 喂 你会有点误论吗 我去那儿 还会有点误论吗 这倒新鲜啊 我最后一会 我们就这样 就这样 有点误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和梁欣的进展程度 对呀 你们最近进展得顺利吗 还算顺利 顺利 这叫什么话 我是想知道 你和小欣对你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哎呀 我给他做吃的 就吃的 你本来就是个厨师 那做做饭有什么稀奇的呢 你应该 比如这个 啊 弹个钢琴 是不是 这就比较出心 比较浪漫 说得好像你自己很会追你 别打叉 别插嘴 哎 童谦我跟你说啊 比如说 我们家晓鑫啊 小的时候 最喜欢游乐园的那个木马了 他现在 你觉得这么提醒他有用吗 必须得有用 照他们这样的归宿恋爱法 那不得谈上几年 那你说什么时候结婚 哎 看来 你是认准这个童爵喽 那不是小心喜欢吗 你说咱们有反对任用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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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来三上 请你吃好吃的 我们的约会 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个约会 还是由你来定 不过有件事 我必须现在告诉你 好吧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下班路过没地方去 想请你吃个饭 那正好 我来定地方 好的 谢谢 谢谢 就是这家餐厅啊 我是这儿的常客 这儿老板我都认识 你认识周天伦啊 这么巧 这家的菜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神过其身吧 那是因为你没有尝过这里神秘大厨做的菜 那是我运气不好 那是我运气不好 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什么神秘大厨 等你尝过之后呢 你就知道他的神了 行 那点菜的监制任务交给你了 我去那卫生间 小心 来了 你今天把我特地叫过来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正宇 那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神秘大厨 童杰 幸会 童杰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叫顾正宇 好好好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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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坐 我去做菜 做菜 这 这个就是你一直暂不绝口的神秘大厨 对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因为相亲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 服务员 点餐 神秘大厨 嗯 真不错 我说的吧 哎 哎 这神秘大厨 干杯 这什么情况 他们认识吗 多吃一点 他们是同学 味道挺好的 啊 同学 这世界太小了 喝酒 哎别喝了哎 喝不少了 酒一杯 喝完酒走 干杯 服务员买单 单我已经买了 有好戏要上演了 哦 那就谢谢佟先生了 良心 走 我送你回去 等等 我跟他住得比较近 我来送他 我带他出来的 我要负责地把他送回家 哎 你喝了那么多酒 你怎么开车送他 早点进 你干嘛 哎哎哎 你抓我干嘛呀 你抓疼我了喂 哎 你温柔点行不行 你怎么这么野了 你这样子在我朋友面前 我很没面子 良心 我叫了个代价过来 要不我送你吧 好 同姐先生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他平安送回家的 你和这个同姐 到底怎么回事啊 跟他啊 一言难尽 总之 对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 怎么会这么失态 他很喜欢你吧 请不吝点赞 了 你 不吝点赞 了 additional 请不吝点赞 下车 啊 啊 他不會是吃醋了嗎 我都跟他說了是普通朋友 他不會這麼消息吧 童姐 童姐 童姐在嗎 不在家 妈妈她生气了